世界溫组织有针对B.1.1.529 就是这个变异株就在南非这边几个国家有侦测到的 那他们已经把它列为高关注变异株 而且命名为Omicron 那这个Omicron的变异株目前的初步证据显示 较其他高关注变异株更容易出现所谓重复感染的一个特性 而且目前在南非全省快速的流行 那现在这个WHO跟相关增加正针对这个Omicron的传染力 还有感染后疾病的一个严重度 相关治疗或防疫措施的效果正进行研究 这可能还要几周的时间才能够确认 这支变异株对于我们的疫苗啦 疫苗的效力还有传播性 还有这个重复感染的到底它的这个影响有多大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各国能够做到以下几个事项 第一个是希望能够加强监测 那对于也希望能够加强做这个基因定序 所以可以增加对变异株的一个了解 那再也希望各国如果有完整的定序的资料 能够把这些基因定序的资料分享给其他国家 例如上传到这个GISA这个地方 那再来就是能够希望能够透过IHR的一个机制 那各国能够分享这个通报 他们这个有监测到的首例的个案或是有群聚的一个讯息 那最后当然是希望各国能够透过如果有疫情调查 还有流行病学的一个资料能够互相分享 那以更加的了解这个有关这个Omicron 对于这个疾病的传播的一个严重度 还有这些公位措施 它的还有疫苗效率等等的一个影响 以上谢谢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